301. 《文匯報》 內地生申升港大人數跌6% 2015年7月13日新聞透視眼A26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黎文 香港與內地社會矛盾爭議熱烈 令多間大學的內地生申請數字大跌 過去幾年都接獲如萬名《內地生申請的香港大學》 作公布2015-16年度內地生入學招生結果 今年該校接獲9400多份申請 比去年減至少6% 而最終取綠外地生教去年多二名至309名 不過廣大今年綠取內地尖指藏原成績仍然破壞 共有22人獲省 史或單科第一 比去年16人為多 多指兩地矛盾選來港星學異獄早前理工大學 嶺南大學及浸會大學都相繼公布了 今年內地招生情況 各校申請人數都較去年大跌四成 與2012-2013年比較跌幅更近一半 普遍分析都指與兩地矛盾加深 影響內地生來港星學的異獄有關 至於內地生申請人數最多的港大 則在昨日一併公布申請及取綠數字 在9400多份申請中共綠取309人 略多於原定的300個學額 也比去年的307人多 港大去年收到如萬份內地生申請 今年數字明顯下降至少6% 與2013年高峰期如1.25萬份比較更減少4分1 雖然申請數減 但港大作指 今年獲取綠者學科成績及學科競賽 如全國套林匹匹競賽等的表現仍然優秀 該校今年更首次施行多元卓越入學計劃 吸引在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非學術領域的內地尖指申請 被綠取者中包括兩位國家一級運動員 而有超過三分之一取綠者更獲校方入學獎學金 當中的存額獎學金每年支助達港幣18.6萬元 涵蓋學費、縮費及基本生活費 港大綠取內地狀元人數勝去年廣大又表示 根據全國各地公布的高考牌名及媒體報導 今年該校綠取內地生中有22位獲省 市或單科第一 較去年的16人多 至於2012年及2013年 港大即只公布含金量最高的省市藏元人數 未有包括單科第一 難與今年情況比較 上海文科第一的劉逸聰市其中一位選讀港大的內地狀元 他獲港大社會科學及法學商學委課程錄取 並獲得全額獎學金 他表示自己對政治學與法學的興趣由來已久 早就定下將來將來要入讀的大學專業 至於來自雲南的國家排球一級運動員 潘易晨則選擇入讀港大理學士 他在網球、芭蕾、游泳、繪華等亦屢次獲獎 他表示 做運動能適放自我 而學習數學有了他日後在金融等多個行業的工作發展 另外浸大作役回覆指 今年取六的內地生約為一百九十人 數字於去年相約 經濟地圖 容易取得出来 讓